欢迎来到PanPanTea 今天想跟大家讲讲成语 因为我非常喜欢动物 所以今天的成语 十个会用动物来做主题 第一个 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 即是通常小鹿和小鹿 每一堆羽毛和羊都会一起飞 即是我们平时都会跟我们 性格差不多 背景的人一起做朋友 默耳女聚 第二 Don't count your chickens before they are hatched 即是鸡 即是在你的蛋没有敷出鸡 之前就不要在这里数量 你有多少只鸡 因为始终未敷出来 都是未知之数 即是说有时 你未得到某一样东西的时候 不要这么张扬 不要这么告诉别人 因为你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会发生的 第三 Early bird catches the worm 即是最早的小鹿 当然会吃到最丰富的虫 早睡早起精神好 不要错过任何的机会 快快吹吹 早点去做它 No.4 A bird in the hand is worth two in the bush 即是不要去搞那么多东西 去冒不需要冒的险 因为起码你现在还有一只鸟仔在手 如果你觉得那里有两只鸟仔 可能可以被我捉到的 接着不见你手上的鸟仔 那又有什么位置呢 When the cats away the mice will play 通常猫不见了 走了之后 那些老鼠就会出来玩 出来找食物 可以形容老闆不在的时候 下属就开始造反 或者最常见就是老婆不在的时候 那些男人就会去哑哑 No.6 An elephant never forgets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病障的老大一点 所以他们说他们的记忆是比较好一点的 你想想他们学东西 去做一些不同的表演的时候 which I really do not like 都是容易教大病障的 A leopard can never change its spot 即是说炮上高的一点点 炮文是不可以改变的 即是我们的子文是不能改变的 就等于一个人的性格 心里面的性格 你怎样改变 尝试去改变都是改不到的 You can take a hose to water but you can't make it drink 即是说就算你拉到一只马去到喝水的地方 给他喝水 如果他不肯喝的话 你什么都做不到的 广东话都有解是挺吻合的 虽然那个意思有少少不同 就是牛不喝水不敢的牛头低 即是我逼不到你做的 如果你不肯做 which is quite similar to this one 但不知道为什么英文就是马 广东话就是牛 Let sleeping dogs lie Literally 就是说如果狗在睡觉的话 你就不要去搞它 万一吵醒它 狗是恶的话 就可能会来咬你 同样的道理 如果有些事情是没什么 没什么事发生 又不是很大件事的 你就不要搞它 不要理它 不然越搞越祸 到时就收不到货了 OK Number 10 最后一个 Give a dog a bad name and hang him 即是说一只狗 或者一个人 如果你给一个很差的明星 或者冤枉了它 你应该杀了它 或者hang him 即是吊颈 都没什么用 因为一个人有一个 bad reputation 差的明星 就回不了头 譬如说如果有一个人偷东西的话 其实是冤枉它没有的 以后有人不见东西 每个人第一个就会想那个人 所以通常都回不了头 送一个bonus给你 这个是很popular 很common 每个人都知道 但因为我全家都非常喜欢 这一只动物 就是 A dog is a man's best friend 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Thank you so much for watching 希望你们都学到一些新东西 还有记住要爱识动物 如果你都是好像我全家 如果喜欢的狗狗的话 记住去做义工 和捐钱给流浪狗狗之家 因为他们真的需要钱 去开饭 还有做医疗 我妈妈爹地都是资深的义工 如果想帮帮他们 帮帮他们的狗狗 就记住要捐钱去吾家村狗狗之家 这个是他们的Facebook page Thank you so much for watching Hope you enjoyed my video See you next time Bye We know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